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谈了李赛流时期在法国出现的国家最佳利益概念 首先我要引用我自己写的现当代国际关系史 从16直到21末书里面的一个段落来谈一谈李赛流 李赛流离不开三神言战争 1618到1648 三神言战争威魔巨大 错综复杂 大体上可以认为他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奥地利西班牙就是哈布斯堡帝国 同一支天主教同盟携手 打击同一支新教同盟 占领了波西米亚和巴拉丁 意大利结拜维尼斯 所以第一阶段 天主教和哈布斯堡势力得胜 第二阶段 新教丹麦对奥地利作战败退 奥地利取得在第一支的全面优势 所以第二阶段仍然是天主教哈布斯堡得手 第三阶段 新教瑞典在天主教法国有黎赛流测证的财政援助下 发兵打击天主教奥地利 但未能取胜 所以第三阶段仍然是天主教哈布斯堡战上风 最后阶段 天主教法国在黎赛流的赛领下注射参战 与新教瑞典一起 最终打败西班牙奥地利和天主教同盟 三十年战争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一场席卷中欧的大规模战争 战争以波西米亚人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为肇事 最后以哈布斯堡家族战败并签订威斯特法利亚合约告终 这场以德意志新教同盟 瑞典 丹麦 法国为一方 哈布斯堡 奥地利 以及西班牙为另一方的战争 前后历时三十年整 共分四个阶段 在这场战争中 涌现出了众多英雄人物 如华伦斯坦 古斯塔夫 阿多夫等人 然而旷日持久的战争 使中欧饱受蹂躏 德意志各邦国的人口减少了25%至40% 在战争中 以黎塞留为代表的法国政治家 为了国家利益 背叛了传统盟友 同样持有天主教信仰的哈布斯堡君主国 甚至与后者兵戎相见 由此改变了近代早期传统国际关系格局 战后签订的威斯特法利亚合约 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哈布斯堡君主国和西班牙 明确了国家主权的概念 开创了近代国家体系 这样来看战争的首次转折 发生在上面讲第三阶段的始端 也就1630年 欧洲两个强国 新教瑞典和天主教法国 携手干预德意志战场 地球颁倒 在前一年达到全市顶峰的 天主教哈布斯堡奥地利 瑞典国王历史上被称为伟大的统兵者 叫古斯塔夫阿多夫 神圣罗马帝国就奥地利方面军队统战 是一个历史上史称了不起的军事家 沃洛斯坦 与沃洛斯坦相比 古斯塔夫阿多夫在魔力上略输一筹 以致运命将长 然后就不能不由第四阶段 法国首席大臣红衣主教 黎塞留 凭借非凡的眼界智慧和才能 这一次他的国家成为哈布斯堡克星 这位现在早期最伟大的国务家 在宗教战争时代 从对法国国家利益的坚定不移的优先考虑 和准确动草处罚 先是用财政资助 去支持新教祝侯和新教国家 抗击哈布斯堡 而且努力组建异常广泛的同盟 以迫使对手多线作战 然后1635年 正式出动法军加入战争 七年后大败西班牙而定权坑 随着战争进程的推移 黎塞留还设计了一套战后欧洲和平框架 其基本性质 是要确保法国的经久安全 和法国主导下的欧洲军事 结束三千战争的欧洲多国的 威斯多巴利亚合约 在遏制西班牙 保持奥地利帝国和德意志的分裂 和法国干涉德意志事务的权力 这三方面 大致符合黎塞留的意愿 尽管第一约的时候 他已经去世好几年 这个安卓梅内科的研究 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研究 关于黎塞留 首先涉及到一部书 1620年 题目叫《论金组合国家》 如果看这部书 我们发现 现质思想 政治思想 从马基尔维往后 有了 简直可以称为 一个阶段的飞要 关键就是研究国家最佳利益 the best in total state 就黎塞留及其下属 做了什么样的思想创新 和政策创新呢 关键就是 关键 有独特的个体和个体现象 而且这个探索是理论性的 有体系的探索 我们在这里有几个重点词 第一重点词就是个体的特殊性 第二重点词就是理论的 有系统的 这些探索的基础是什么呢 是实证性的观察 实证性 这又是一个着重词 实证性的观察 国家所处的形式 和它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 这是一种发展了的政治思想 马基尔维尼和马基尔维尼的 意大利贺继者 也就是说 着重于国家旅游的 都还没有达到 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 没有达到这样一种 政治思想的发展状态 跟马基尔维尼相反 和他的意大利后继者相反 国家最佳利益观念 完全不关注 什么是尽可能最佳的国家类型 而只关注眼前现实 个别存在的当代国家个体 马基尔维尼曾经大力变差 政治机制隐秘的源泉 披露其载体的强烈的主要动机 但是这个载体 大多还不是所谓国家人格 这个载体 只是手里握有一个国家的个人 马基尔维尼最较容易的任务 就是断定这个个别国家行为当中的利益成分 权益成分 这是马基尔维尼认识的一个决限性 另外一个决限性 也与直密起相关 在于马基尔维尼按照自己的说教倾向 确实只想导出一切政治 行为当中 典型和普遍的东西 也就是说塑造一些明确的格言 塑造一些你甚至可以说教条 他希望为每个统治者 政治世界确定某些规则 写下容易理解和能够应用的明确的格言 这个对现实个别国家 个别国家所处的个别形式 每一个具体的欧洲主要国家 他们在现实的当前的特别的利益和国际行为 既做具体的考察 又做全面系统的总结 并升华为欧洲国际关系的一副 综合图景 由此导出法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 具体的可行政策 这样一种尝试 这样一种发展了的政治思维的尝试 是在刘赛利时期法国做出的 因此1620年出了一部书 《论君主和国家》 作者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但是大部分考证者说 他是一位神父 约瑟夫神父 他是尼赛流的密友 尼赛流的助手 在这本书写作期间那些时期里 马尼克认为 约瑟夫实际上同尼赛流生活在一起 而尼赛流本人正在大力争取 法国国家权力的集中 反对前任宰相的软弱政策的斗争 尼赛流正在争取为自己冲用宰相铺平道路 所以完全可以说 这部书反映的是尼赛流的思想 这部书一开始就说 在国务方面 一个人能够提供的最佳建议 是依据关于国家本身的特殊知识 特殊知识 这超越了马切尔维利 而且当时尼赛流主要是 要谋求法国王权的集中 打击各种分离势力 包括胡宫的教徒和贵族 所以这部书强调 内政与外交之间 有必不可免的关联 法国先前宗教战争 六次国内宗教战争 使得法国在这个期间 上升了作为欧洲强国的 真正的实力和影响 所以这部说 国内哪怕细微的混乱 都会影响到外国对他的行为 相反 国内的任何力量增进 马上会导致 修补国家对外形势审商的任务 在亨利三世国王 这个世以前 都有凡难最后岁月里 宗教战争时期 法国发觉自己受到旧日盟友 相当糟糕的对待 亨利四世 就那个著名的说 巴黎泽的密萨 亨利四世 胡庚那教派的领袖 但是为了法国的统一 为了法国的强大 归一天主教 亨利四世 已经赢得国内胜利 除哈布什堡 奥地利以外的几乎所有欧洲国家 立即将法国靠拢 现在这本书说 靠上帝仁慈 法国国体相当强健 因而经过内部混乱的喜人的解决 法国在外国面前 重新挺立的时候 现在已经到来 所以现在研究这些外国 你便知道 对他们之中 每个国家要抱什么希望 和此什么担忧 和实行什么政策 下面关于一个一个 欧洲强国的判断 全是根据具体的实际观察 根据具体的形式 找出具体特点 来想象具体的对待方式 再强烈一遍 这就是黎塞留体现的 政治思想 政治思维方式的重大进步 首先分析 西班牙的在欧权势 关于西班牙在欧权势 这本书给出了一幅 非常重要和清晰的图景 关于西班牙的各个 不同主要的势力范围 和次要势力范围 西班牙的资源 西班牙政府原理和政府方法 讲得非常具体 相当强细 非常确切 不是来判说一个理想的国家 而是来判说一个现实的国家 梅尼克说 这个师徒作者 有一种可以说 是将个性分类的特殊天才 他首先按照贯穿史中的共性设想 一套复杂现象的整体 然后进而说明 它包含了种种差别和特殊性 但这是一个理论的探究 也就是说接着作者总是再次回到总体印象 回到综合的层次来提炼教育 然后分析各个意大利承邦国家 接着就一个一个意大利的国家的权势方法和权势目的 该书也描绘了图景 也同样是精巧的插头 精巧的图景 特别其中对文医师的研究 文医师的观察 特别精彩 特别具体 特别准确 然后英国 研究英国 强调 英国由于岛国位置 固若金汤 在海上强大有力 能够多次发动进攻 并且对其他美国家来说 都是值得向往的一个盟友 因此事实上 英国必须被评估为 仅次于法国和西班牙的欧洲第三强 当时的英国 以里沙白一世 英国作为强国的发动者 他的父亲亨利巴斯 我们在这里 要这个比较具体的 来介绍一些 这部书 对英国 当时英国的 非常准确 犀利 和恰当的观察 亨利巴斯这个书说 懂得怎样针对 欧洲大陆上 彼此争斗两大强国 构成一个平衡力量 制衡者 让自己 受两强畏惧和笼络 而且 亨利巴斯尔懂得 如何维持这个体系 甚至在他 因为婚姻问题 同罗马决裂之后 然后他女儿 伊丽沙白 伊丽沙白 具体同样的决局 显示自己力量 通过他 对尼德兰造反 起初的秘密 然后最终公开的支持 就支持荷兰共和国 他导致西班牙人 丧失了尼德兰的一部分 就是今天的荷兰 接着 在对西班牙 无敌舰队 伟大胜利之后 他将战争 一直打到西班牙海岸 和东印度西印度 怎样 一个人就能理解 为什么在1604年 与英国地球合约以后 西班牙 结果自己争取 这个危险的强国的友谊 这事只是为了 在尼德兰享有 不受威胁的安全感 所有这些观察 都是对当前形势 当前形势的总体 当前形势各个 重要的纬度和侧面的 非常求实细致 准确和犀利的判断 是非常了不起的政治成就 也因此构成了 尼赛流非常了不起的 政策成就的基础 麦尼克认为 1021这部书 在对互相关联的 各个不同政治力的描绘 从表现出惊喜和敏锐 他说这是一个绝妙的范例 代表政治想一整个流派 一整个倾向 作者将欧洲当作一个 结合的整体来对待 就是考察了 实际上考察用今天 我要考察了欧洲国际体系 现代早期欧洲国际体系 在将决定宗教战争的结果 从而将决定欧洲的精神 未来剧烈冲突的过程中 去与纯粹全市政治倾向 再次重现 但是这次跟马基尔威力时期不同过 有过之而无不及 洞察更加广泛 更加全面的关系 更清楚认知 国内统一和秩序 与内外显示力量之间的关联 形成对真正强大和支配性的 全市的意识 而且自觉地反对 凭用教会和教派考虑 遮蔽简单的全市力 为了在国内保证国家统一 和为在国外争取欧洲盟友 从而使自己做好准备 来完成以 哈布斯巴西班牙斗争这个艰巨任务 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政治思想成就 《论君主和国家》出版于1624年 被认为充分体现了 黎塞留的政治思想 他的作者很可能是黎塞留的密友 助手 约瑟夫神父 这本书对欧洲主要国家 做出了具体的考察 描绘出欧洲国际关系的 一幅综合图景 并总结出 法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 具体可行的政策 这代表了国家理由观念发展的 巨大飞跃 然后黎塞留起法国 又出了另外一本书 这本书作者很明确 这是先前黎塞留的 主要对手之一在国内 法国胡贵的教派的领袖 然后皈依在胡贵的教派 被黎塞留接规之后 皈依黎塞留 成为他黎塞留之下 法国的重臣 1638年 这位叫亨利多罗王公爵 罗王公爵1638年 在巴黎出版了一部书 提名 《基督教君主和国家的利益》 简称利益 这部书一开头就写下了 给黎塞留的献词 而这个献词是非常卓越的 表现了根本的思想方法 同马基尔维利教义 很大程度上相反 说没有什么比统治的艺术更难 在这个行当当中 在政治统治行当当中 最有经验的人 也在七世时承认自己只是新手 为什么 原因在于一个人 无法定下治国的不变铁律 说导致世界万事 周朗佛斯不断变动 无论何种力量 同样导致善政的基本原则 变动不休 因此 那些让自己更多的 有往昔的楷模 而非当今理性来致敬的人 一定会犯严重错误 是非常杰出的思想 代表政治思想 政治哲学 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个迈内克说 一个人在越多罗王的著作的时候 如同正在从十六世纪 攀升到十七世纪 纯经验主原则占了上风 根本上拒绝 那种遵循著名的范例 和牧首往昔成规的传统倾向 他只重视自己周围新鲜的 不但喷用的生活源泉 想注定要逐渐支配 每个生活领域的 纯经验主义转变 已经盈育在世代精神之中 能够一斤 些许刺激 便喷勃脱入政治领域 而且伴随政治经验主义 一种对于政治生活中 个别和独特自视的 强烈感觉也发展出来 这里 玛尼克引了 尼赛留非常著名的 政治遗嘱中的话 这是特殊主义思想方式的起源 甚至可以说 是历史主义思想方式的起源 尼赛留本人在他政治遗嘱中说 对国家最危险的 莫过于那些希望 他们按照从书本里 扳来的原则 统治王国的人 也就是说他们往往完全毁了王国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搞教条 为什么不能本本主义 因为过去跟现今 这时候夸展点无关 因为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相对情况 大不一样 这是什么 这是特殊主义 特殊主义产生要比普遍主义 难得多 普遍主义从最初的几大宗教 那就普遍主义 就中国人来说 儒家思想就是普遍主义 特殊主义 产生要难得多 晚得多 好 这部书 实际上体现尼赛留的思想 在当时 法国的利益何在 任务何在 记住这是1638年 法国皆将出兵参加 并且主宰 30年宗教战争 他说法国利益何任务 已经天然的被规定了 地缘政治 法国处在阿尔比尔山 比尔牛山 和两大海洋 也就是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 这个地理位置 使法国成为一道提拔 要阻止西班牙三红 淹没欧洲 因此 法国必须 竭尽所能 反对西班牙 它必须使教皇明白 如果西班牙 实陷其普遍帝国目的 教皇国就会被降为 仅仅西班牙奴仆 而教皇的权威 如果要恰当地弘扬 就需要基督教各君主和各之间 存在一种均衡状态 而且 法国必须告诉新教徒 包括这一次新教祝侯 虽然天主教法国 可能确定希望 他们皈依天主教 但是 天主教法国 不希望新教徒毁灭 因为新教徒 可以抗击天主教 还不是法帝国 可以有利于欧洲的军事 法国随时准备 帮助他们对付敌人 当西班牙增加其军备时 这本书具体说 法国必须有力地增长 他自己的军备以对抗之 依靠所有这些办法 西班牙的威望就会衰减 法国的威望就会增长 而其他指标国家 将找到希望和勇气 来奉起反抗西班牙压迫 我们清楚知道 这就是后来 法国参与三十年战争之后 扭转全空 并且作为主要力量 规定了战和欧洲秩序 所遵循那些原则 这就是可以说 离塞流的大战略 而它的来源 是出于对欧洲列强 及其组成的欧洲国家体系 那些具体的情况的 仔细观察 经验主义的透视 而不是依靠某些教条 在离塞流掌权时期的法国 诞生了两部重要著作 《论君主和国家》 以及《论基督教君主和国家利益》 这两本书充分体现了 离塞流的治国理念 及它的最佳国家利益观念 相较于马基亚维里 以及明确提出 国家理由这一名词的伯泰罗 在这两本书中 国家代替统治者 成为了考察的对象 对欧洲国家体系的 实证性考察代替了说教 特殊主义代替了普遍主义 现实主义思想 实现了对前人的完全的超越 凭借着这种思想 离塞流在欧洲纵横百合 最大化地实现了自身的 最佳国家利益 使法国成为奠定 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基础的 首屈一指的强国